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期国产小车 来自京城的CJ70,也叫长江七岭 它的原型是本田于上世纪70年代推出的一款小车Charlie 今天要说的CJ70就是仿制的它 作为又一家来自江苏的摩托车制造企业 当年凭借几款明星产品在上世纪90年代火变了长三角 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林木AX100 还有今天要说的仿制款小Charlie 同时也是京城第一辆摩托车的长江七岭 当年因为价格便宜,轻巧灵活 成为很多工薪一族首选的代步工具 这是1994年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摩托车价格行情表 从当时的摩托车销售行情来看 本田王最受欢迎 但价格也极其昂贵 33200的售价成为名副其实的神车 销量第二还是来自本田的CG125 价格也达到了19000 林木王GS125以26800的售价紧随其后 那个年代 这二王在国内摩托车市场有着绝对的统治力 而售价仅有3990的京城长江七岭 销量也很可观 在当时很多的现役级城市以及农村 随处都能见到这辆小车 作为京城的第一款摩托车 长江七零当时也是仿制的本田Charlie 1972年首先推出的是50cc排量 最大马力3.2匹 或又在1981年推出了72cc的排量 最大马力提升至4.2匹 京城CG70则是在1979年研制成功 1981年开始批量生产 后又在1990年推出了带有整流罩的CG70A 此后一直生产到2000年 这款小车连续生产了近30年 在为京城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 也拉开了京城发展摩托车产业的大幕 在CG70畅销之后 京城又开发出了JC50Q 外形和CG70一样 只是排量减小 换成了49.5cc单缸四重程发动机 最大功率2.1千瓦在7500转 这款JC50不仅在国内畅销 而且实现了出口 1996年为了丰富产品线 在JC50的基础上 京城又推出了TR36L小天使 排量进一步缩小至35.8cc 最大功率只有0.9千瓦在6500转 最大扭矩1.8牛米在5000转 急速只有24公里 这个速度连现在的电动车都跑不过 已经脱离摩托车的范畴了 顶多就是辆燃油助力车 进入21世纪 在结束与林木的合作后 京城的发展势头开始放缓 特别是在大排量娱乐车型领域 与现在的春风 前江 龙星等品牌的差距逐渐拉大 细日的易哥 慢慢被甩成了二线三线品牌 旗下的经典CG70 也被性能更优的奇跨车 踏板车取代 直到与意大利阿普利亚联姻 推出了圣甲虫、草猛 以及AD系列倒散轮后 才让大家知道 原来京城这家老牌车企至今犹在 但与合资产品行销海外 形成鲜明对比的自家产品 却乏人问津 旗下知名度最高的 恐怕就是有着国产小猴子之称的 京同系列 京城用近乎1比1的手法 将本田这辆有着50多年历史的 经典小车给复制了过来 但是价格只有本田的四分之一 这也算是给了国内本田猴子粉一个最好的替代品 除了京城 作为昔日知名品牌的建设 临海、新大洲、南方等 近况也都差不多 为什么昔日摩托车界的大哥会逐渐被边缘化 欢迎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在下方评论区交流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